姐姐 姐姐 什麼事?睡著了 我要去洗手間 那你就去吧 你陪我去 不是吧?你害怕什麼? 我害怕鬼 害怕鬼? 那你就聽聽幽牧師的幽靈淺談 了解多些靈界的事情 知道怎樣去面對 你就不會害怕了 但是你現在陪我去洗手間 好吧 幽靈淺談 由幽霍學牧師博士主講 第六集 反宣告的故事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幽霍學牧師 現在又是幽靈淺談的時間 我們在這裡講故事 講人生 講講生命的事情 很歡迎你 來收聽 上兩集我們講了通靈的故事 有上集又有下集 讓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是有意無意的 開了門給邪靈烏鬼的一個機會 等到我們跟他們接觸 甚至讓我們真的附上了他們 他們變成我們的生命裡的其中一部分 其實這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你想想當我們讀了聖經 基督徒有一本聖經 看到馬可福音第五章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那裡有一個 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當他看到耶穌來的時候 他就跑過去跟耶穌說 至高神的兒子耶穌 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我指著神懇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當看到這句話 不要叫我受苦的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到 這個被鬼附的人 其實他真的是很苦 很難受的一種現象 所以當一個人被鬼附之後的時候 這個人怎樣能夠得到解脱呢? 怎樣可以在受苦的情況之下 來得到脫困呢? 這一集我們就講一個反宣告的故事 讓到有些被鬼附的人 進入了一個得解脫的狀況當中 又可以這樣說 是釋放的第一步 而這一步就叫做反宣告 英文就是denouncement 什麼叫做反宣告呢? 什麼叫做denouncement呢? 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個字詞 表面去理解一下反 或者英文這個de 就是一種由原來的狀態 倒過來的意思 是不是? 我們不要看一下這個反 或者不要這個d的時候 中文就變成宣告 英文就變成 把d改為a字 英文字母的話 就變成announcement 那麼announcement的中譯就是宣告 那換言之 反宣告或者denouncement的時候 就是把原來的狀態倒過來的意思 我們問到過什麼狀態呢? 就是我們上兩集所講 我們開了那道門的那種狀態 開了那道門 就是通了靈 開了門 就被這個邪靈污鬼有機會上去身 令到我們被鬼附 而因為我們那時候無知 就開了門 就被這些邪靈進入了的機會 因此 我們如果要得釋放的話 就要進行一個步驟 就是叫做反宣告 denouncement的一個行動 驅逐邪靈污鬼的過程裏面 denouncement 反宣告 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是用來撤回以前 我們開放了讓邪靈進入的 就要拒絕它 不讓它有一種合法的權限 或者權力 這個過程 就是正式的宣告 對邪靈的拒絕和否定 恢復我們個人的屬靈的權威 這種行動 其實自在肯定我們個人 是對邪靈的一種拒絕 要重新奪回屬靈的權威 恢復我們一種屬靈的自由的意思 這是一種信仰的觀念 因為我們清楚知道 邪靈進入一個人 是需要在某個程度上 一種授權或者合法性 他才能夠做得到的 這就是我們上兩集所講的 通靈開門的行動 但是Denouncement 這個目的就是 恢復我們個人屬靈的權威 就是剝奪邪靈 影響我們和掌控我們的權力 這個過程 自在讓我們在神的權力下 重新獲得自由 並且將邪靈從我們的生命裡 驅逐出去 要進行這種Denouncement 反宣告的工作 其實有很多準備的工作 要做的 首先我們個人要很誠實的 來檢視一下自己過去的行為 以及舉止 哪些行為 是可能已經開放了 被邪靈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我們參加了邪教 超自然的活動 或者一些邪惡的意識 甚至一些娛樂 所以我們需要來幫那些想要得釋放的弟兄姊妹 要求她拿一張白紙出來 然後在上面寫出她曾經通靈 或者開了門的那些事件 越詳細就越好 包括日期、時間、內容、什麼方式等等 然後在這個過程裏面 所以我們就鼓勵這些被鬼附的弟兄姊妹 她必須要透過討告和默想 和神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係 知道自己在這裡受苦 所以要恢復一種熟靈的敏銳度 要擺脫這種困苦 由不自由回到自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這個人就需要怎樣呢? 討告和宣告 開始的時候 這個人要用討告的形式 將自己的心靈和思想交託給神 在這個討告裏面 可以向神表達自己過去有意無意通靈 開了門 現在要悔改了 然後堅定地對邪靈作出一種拒絕的決定 接著就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 宣告將所有曾經開放給邪靈進入的行為 和那種所謂合法性來撤銷 而且表明對邪靈的反對和否定 要和他們一刀兩斷 當然還有用聖經的經文的運用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根據我們個人的信仰 我們可以引用一些經文 來加強了我們這種 反宣告的能力 例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節的經文 就這樣宣告 主耶穌已經給了我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末有什麼能夠害我們 當我們這樣強調主耶穌基督 我們是屬於祂的 我們是祂的信徒 在祂的名下 是擁有這種權兵和能力的時候 這些經文就加強了我們對邪靈的 那種拒絕和否定 還有我們要在靈性上面 要洗白白 怎樣洗乾淨我們自己呢 所以在這個 反宣告的過程裡面 靈性的洗乾淨 都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洗呀 就可以說 我們在禱告裡面求神 祂的補血 來洗淨我們過去的罪孽和污衛 我們可以請求神 祂的補血 從我們的生命裡面 洗去我們的邪靈的痕跡 恢復我們的屬靈的生命 讓我們更加純潔完整 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還需要有一種信心的宣告 因為在Denancement 反宣告的最後一步 就是要堅定我們的信心 來宣告 宣告我們現在已經在基督裡面 是一個新造的人 邪靈是沒有我們任何的權兵 可以掌控管控我們的 我們要宣告我們的屬靈的權兵 已經因為我這次這樣做反宣告 已經恢復了 宣告我們是基督的門徒 是被聖靈充滿和引導的 所以反宣告Denancement 是居住邪靈烏軌事工的首要的步驟 是要撤回以前我們開放了門 被邪靈進去的那種 它有一種權限在這裡 現在我們要拿回去 拿回這個權限 這個過程就肯定我們對邪靈有一種斷言的拒絕 否定它 恢復我們個人屬靈的權威 而這個Denancement反宣告 當然又包括了討告 宣告 聖靈的經文的運用 用神主耶穌的補血來洗淨我們 所以我們要有信心的宣告 而在這個過程裏面 將我們趕逐烏軌的這個事情 打好一個基礎 然後我們跟著再有其他的行動 就會將一個人的邪靈烏軌趕出去 下一集我們就會探討 究竟有些什麼行動 是可以來將邪靈烏軌趕逐出去的 我們就下一次再見 mode 6 4 6 8 9 7 9 10 9